大家看我这盆是什么呢 看过我视频的花友应该都知道 这是一盆盆栽的甘蔗 在过年的那一段时间栽种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它已经长得非常的壮了 它的这些苗子已经拔得很高了 那么现在它应该又到了另外一个生长阶段 它分裂也长出来了 而且这个质感也长出了 那么在这时候养护就要小心一些 如果大家也喜欢在阳台上面栽种一些这种植物的话 可以继续往下看哦 首先像这种甘蔗的话 我们在栽种甘蔗的时候 想要它这个叶结长得更长一些 我们就要不停地掰它这个叶子 发现它下面有一些叶子 开始老化发黄的时候 就要把它们掰除掉 不要留 这样能够让这盆甘蔗 它的生长得更加的迅速更快一些 好 给它掰了几张老叶片之后 我们就要适当地给它补肥了 甘蔗它在盆栽里面生长的话 对于养分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里面养分不是很足 那么我们就要人为的给它补足这些养分才可以 我们要给它里面的加上一些这个甘养分 它里面的养分的比较齐全 蛋磷甲元素都含有 能够给这一盆盆栽的甘蔗提供到充足的养分 我们直接在里面的给它撒上一把 这个甘养分作为一个长效肥就可以了 能够让它源源不断的吸收到养分 不用一直给它补肥了 盆栽甘蔗有三个关键的大点 第一个就是水分一定要足 水分足了它生长了才快 第二个光照一定要大 因为它需要续糖 它晒到了光照之后才能够产生这个糖 所以一定要注意多给它晒一些太阳 第三个肥一定要给足 盆栽甘蔗它生长空间有限 那么我们一定要补足肥给它生长就可以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